且说三官被酒色迷住 不想回家 光阴四箭不绝一年 王八淫妇中日科派 莫说上头作声 逃粉头买丫鬟 连王八的寿矿都打得到 三官手内才空 王八一箭无钱 凡事输淡 不照常答应奉承 又住了半月 一家大小作闹起来 老宝对玉姐说 有钱便是本私院 无钱便是养妓院 王公子没钱了 还留在此作甚 哪曾见本私院 举了劫妇 你却保守那穷鬼作甚 玉姐听说 只当耳边之风 一日 三官下楼往外去了 丫头来抱于宝子 宝子叫玉堂春下来 我问你 几时打发王三起身 玉姐见话不投机 附身向楼上便去 宝子随即跟上楼来说 奴才 不理我吗 玉姐说 你们这等没天理 王公子三万两银子 拒送在我家 若不是他时 我家东也欠债 西也欠债 也有今日这等足用 宝子怒发 一头撞去 高叫 三儿打娘嘞 王八听见 不分是非 便拿了皮鞭 赶上楼来 将玉姐撑跌在楼上 举鞭乱打 打得记忆偏发乱 血泪交流 且说三观在五门外 与朋友相续 忽然面热肉颤 心下怀疑 集辞归 竟走上百花楼 看见玉姐如此模样 心如刀割 慌忙抚摸 问其缘故 玉姐睁开双眼 看见三观 强把精神震着说 俺的家务事 与你无干 三观说 冤家 你为我受打 还说无干 明日辞去 免得累你受苦 玉姐说 哥哥 当初劝你回去 你却不依我 如今孤身在此 盘缠又无 三千余里 怎生去的 我如何放得心 你若不能还乡 流落在外 又不如忍气 且住几日 三观听说 闷倒在地 玉姐近前抱住公子说 哥哥 你今后休要下楼去 看那王八淫妇 怎么样行嘞 三观说 玉带回家 难见父母凶嫂 带不去 又受不得王八 冷言热语 我又舍不得你 带住 那王八淫妇 只管打你 玉姐说 哥哥 打不打你休管他 我与你是从小的儿女夫妻 你岂可一旦别了我 看看天色又晚 房中往常时 丫头屏灯上来 今日火也不雨了 玉姐见三观伤痛 用手扯到床上睡了 一地一生 长须短气 三观与玉姐说 不如我去吧 再接有钱的客观 省你受气 玉姐说 哥哥 那王八淫妇 任他打我 你好歹休要起身 哥哥在时 奴命在 你真个要去 我只一死 二人直哭到天明 起来 无人与他玩水 玉姐叫丫头 拿中茶来 与你姐夫吃 宝子听见 高声大骂 大胆奴才 少打 叫小三自家来取 那丫头小丝都不敢来 玉姐无奈 只得自己下楼 到厨下 盛碗饭 泪滴滴 自拿上楼去 说 哥哥 你吃饭来 公子才要吃 又听得下边骂 待不吃 玉姐又劝 公子方才吃了一口 那淫妇在楼下说 小三 大胆奴才 哪有巧媳妇 做出五米粥 三官分明听的他话 只所隐忍 正是 囊中有物 精神旺 手内无钱 面目残 却说王把脑恨欲解 但要打他 躺或打伤了 难叫他挣钱 待不打他 他又恋着 王小三 十分逼得 小三急了 他是个 酒色迷了的人 一时他寻个自尽 躺或上书 老爷差人来接 那时 把泥坐也不干 左思又算 无计可施 宝子说 我自有妙法 叫他离咱门去 明日是你妹子生日 如此如此 换作 倒房计 王八说 倒也好 宝子叫丫头 楼上问 姐夫吃了饭还没有 宝子上楼来说 羞怪 俺家务事 与姐夫不相干 有照常摆上了酒 吃酒中间 老宝忙陪笑道 三姐 明日是你姑娘生日 你可禀王姐夫 封上人情 送去与她 玉姐当晚封下礼物 第二日清晨 老宝说 王姐夫 早起来 趁粮可送人情 到姑娘家去 大小都离私院 将办理 老宝故意吃一惊说 王姐夫 我忘了锁门 你回去 把门锁上 公子不知宝子用计 回来锁门不提 且说王八从那小巷 转过来 叫 三姐 头上掉了簪子 哄得玉姐回头 那王八把头口打了两边 顺小巷流水出城去了 三官回院锁了房门 忙往外赶看 不见玉姐 遇着一伙人 公子躬身便问 列位曾见一起男女 往哪里去了 那伙人不是好人 却是短路的 见三官衣服齐整 心声一气说 才往卢尾西边去了 三官说 多谢列位 公子往芦苇里就走 这人哄得三官 往芦苇里去了 急忙走在前面等他 三官至尽 跳起来喝一声 却去扯住三官 齐下手 剥取衣服帽子 拿绳子捆在地上 三官手足难正 昏昏沉沉沉 挨到天明 还只想了玉堂春 说 姐姐 你不知在何处去 那时我再次受苦 不说公子有难 且说王八淫妇拐着玉姐 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 也垫安下 玉姐明知中了王八之计 路上牵挂三官 泪不停滴 再说三官在芦苇里 口口声声叫救命 许多乡老近前看见 把公子挤了绳子 就问你是哪里人 三官害羞 不说是公子 也不说朴玉堂春 浑身上下又无衣服 眼中掉泪说 列位大叔 小人是河南人 来赐小买卖 不幸遇着歹人 将一身衣服 浸拨去了 盘废一文也无 众人见公子年少 舍了几件衣服与他 又与了他一顶帽子 三官谢了众人 拾起破衣穿了 拿破帽子戴了 又不见玉姐 又没了一个钱 还进北京来 顺着房颜 低着头 从早到黑 水也没得口 三官饿得眼黄 到天晚寻宿 又没人家吓他 有人说 想你这个模样子 谁家吓你 你如今可到总铺门口去 有人觅人打帮子 早晚前景 可以度日 三官静至总铺门口 只见一个地方 来雇人打羹 三官向前叫 大叔 我打头羹 地方便问 你姓什么 公子说 我是王小三 地方说 你打二羹吧 失了羹 短了筹 不予你钱 还要打勒 三官是个自在惯了的人 贪睡了 晚间把羹湿了 地方骂 小三 你这狗骨头 也没造化 吃着自在饭 快着走 三官自私无路 扔到孤老院里去存身 正是一般院子里 那王三 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 你还想他怎么 北京城里多少王孙公子 你只是想着王三不接客 你可知道我的性子 自讨分晓 我再不说你了 说吧 自去了 玉姐泪如雨滴 想王顺青手内 无半文钱 不知怎生去了 你要去时也通个信息 免使我苏三常常牵挂 不知何日再得与你相见 不说玉姐想公子 且说公子在北京院讨饭度日 北京大街上 有个高手王银匠 曾在王上书处打过酒气 公子在前婆家打首饰物件 都用着他 一日往孤老院过 忽然看见公子吓了一跳 上前扯住叫 三叔 你怎么这等模样 三官从头说了一遍 王银匠说 自古狠心王吧 三叔 你今到韩家 清茶淡饭暂住几日 等你老爷使人来接你 三官听说大喜 跟随至王匠家中 王匠竟他是上书公子 尽离管带 也住了半月有余 他媳妇子短见 不见上书家来接 直到丈夫说谎 乘着丈夫上街 便发话说 咱家一窝子男女 哪有嫌犯养他人 好意留吃几日 个人自要达食物 终不然再次养老送终 三官受气不过 低着头 顺着房颜往外出来 信步而行 走至官王庙 蒙醒官圣罪灵 何不诉他 乃进庙 跪于神前 告诉王八宝儿复心之事 拜到良久 起来闲看 两郎化的三国功劳 却说庙门外街上 有一个小伙儿叫云 本金瓜子儿 一分一桶 高油鸭蛋 半分一个 此人是谁 是卖瓜子的金哥 金哥说道 原来是年景销书买卖不济 当时本寺院有王三叔在时 一时照顾二百钱瓜子儿 转得来 我父母吃不了 自从三叔回家去了 如今谁买这物 二三日不曾发誓 怎么过 我到庙里歇歇再走 金哥进庙里来 把盘子放在供桌上 跪下磕头 三官却认得是金哥 无言见他 双手掩面坐于门线侧边 金哥磕了头起来 也来门线上坐下 三官直到金哥出庙去了 放下手来 却被金哥认出 说 三叔 你怎么在这里 三官含羞带泪 将前世道了一遍 金哥说 三叔休哭 我请你吃些饭 三官说 我得了饭 金哥又问 你这两日没见你三婶来 三官说 久不相见了 金哥 我烦你到本寺院 秘密与三婶说 我如今这等穷 看他怎么说 回来赴我 金哥应允 端起盘 往外就走 三官又说 你到那里看风色 他若想我 你便提我在这里如此 若无真心疼我 你便修化 也来回我 他这人家有钱的 另一样带 金哥说 我知道 辞了三官 往院里来 再于楼外边立着 且说那玉姐 手托相塞 将汉金事类 声声指教 王顺卿 我的哥哥 你不知在哪里去了 金哥说 呀 真个像三叔嘞 咳嗽一声 玉姐听见 问 外边是谁 金哥上楼来说 是我 我来卖瓜子 与你老人家客嘞 玉姐眼中掉泪说 金哥 纵有羊羔美酒 吃不下 哪有心去客瓜人 金哥说 三婶 你这两日怎么淡了 玉姐不理 金哥又问 你想三叔 还想谁 我对你说 我与你接去 玉姐说 我四三叔去后 朝朝思想 哪里又有谁来 我曾记得一辈古人 金哥说 是谁呀 玉姐说 西有个亚仙女 郑元和为她黄金使劲 去打莲花烙 后来收心 秦读诗书 一举成名 那亚仙 风月场中显大名 我常怀亚仙之心 怎得三叔 他向邓元和方好 金哥听说 口中不语 心内自私 王三道也和郑元和相像了 虽不打莲花烙 也在孤老院讨饭吃 金哥乃滴滴 把三婶叫了一声说 三叔如今在庙中安歇 叫我秘密地抱于你 寄他些盘费 好上南京 玉姐下了一惊 金哥修要哄我 金哥说 三婶 你不信 跟我到庙中看看去 玉姐说 这里到庙中有多少远 金哥说 这里到庙中有三里地 玉姐说 怎么敢去 又问 三叔还有甚话 金哥说 只是少银子钱使用 并没甚话 玉姐说 你去对三叔说 十五日在庙里等我 金哥去庙里回复三官 就送三官到王将家中 倘若他家不留你 就到我家里去 幸得王将回家 又留住了公子不提 这就会发生了公子不提 我们先把我家中的 我家中的小银子不提